大家好,我是Den 目前正在等待5月14号 法院一审最终判决的陈姻娘母 他在狱中写给老公与老公爸爸的信碑曝光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共愤 亲爱的老公,嗨 今天是下了毛毛雨的星期二 我跟叉叉姐姐一起拎着雨散步了 因为是毛毛雨 听说不能在室外运动的监狱也很多 能这样踩着沙,看着天,拎着雨 真的很感谢 然后是担心亲女儿英文教育的部分 正经可以以讲故事的方式用英文说给她听 对了,沙发旁边的书柜里有难度比较高的书,知道吧 不但因为孩子喜欢,所以一直给她看影片 或者是寒文书 要持续的看英文,听英文会比较好 这样才会自然的学习英文 在家就是英文,在外面给你们自由 咳咳咳 但是突然又觉得,这是为了什么呢 也许我们真的会移民 看这段内容的话 是彼此已经有讨论过出雨后想要移民的事情 谢谢你送的书 虽然昨天没有收到 但是想到马上就能收到 心就会跳,很期待 下个礼拜我们就用视讯见面吧 对了,股票卖的时机都非常好 昨晚才在新闻看到,股票都跌得很厉害 我相信是老天封生了我们的需求 我现在不用去淋浴室 可以在房间洗了 然后就说了一大堆自己用凉水热水洗澡洗头皮的内容 刚刚见了爸妈 爸爸比在视讯里看的时候还要瘦了一点 然后这里换了新的系统 别人会见的时候会有回音,听不清楚 但是我用的时候就会变得很正常 这应该就是上帝的恩惠 所以以后打算减少吃饭的时间 增加导购的时间 我不是为了我个人的满足 而是为了上帝的荣光,所以正在寻求答案 在这里很难见到可以传教的人 因为疫情 最近这种时代 上帝能给我这么多的机会 真的很感谢 听说法院收到了很多情愿书 就是要求法院减轻或者是原谅罪行的情愿书 真的很感谢 希望能大大的影响到判决 我明天会提交最后的反省书 我会一边祷告一边写 也就是说他有持续的提交反省书 我相信上帝的安排 我会顺从并感谢 希望能引导我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我的爱,我的骄傲,我的快乐 想念你我爸 2021年5月5号下午6点 非常想念你的老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他写给老公爸爸的信 跟胖了的媳妇很像 爸妈,媳妇很爱你们 尊敬又亲爱的爸妈 因为我的过错 而给你们遭到困扰的这个时期 也会为了我祈祷 跟我在一起 真的很感谢你们 看着两位的真爱 我总是会感谢又感动 谢谢你们能成为我的榜样 因为是两位的媳妇 真的很幸福 上帝也会因为两位而快乐的 感谢允许了这么帅气的儿子给我 感谢你们照顾好孙女 希望你们能健康 我会为了两位每天祈祷的 I love you 2021年父母节 祈福尽上 整理一下就是 做了禽兽不如的事情 还求您的养母 依然爱着想要自己逃生的养父 很担心自己亲生女儿的英文 幸福打算着移民 自己为顺从上帝的安排 持续提交反省书 期待祈愿书能影响到判决 也给公公婆婆写了感恩信 谢谢他们允许了帅气的儿子给自己 希望两个人能健康 这一切是上帝的恩惠 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收到了很多情愿书 希望能影响到判决 明天提交最后的反省书 好好祷告准备 相信上帝的安排 这真的是在反省吗 傻眼 现在死掉移民到地狱吧 这已经不是人了 这女的真的是疯了 那么残忍的弄走了情依 现在却在担心自己亲生女儿的英文 原来撒旦恶魔真的是存在的 看完后真的是吓到了我 哇 希望在她的嘴里 不要出现上帝这两个字 不要弄脏了所有基督教徒 像你这样的垃圾还有脸叫上帝 这是一个反省的人的态度吗 根本就是无视国民们 以及法官的行为 应当要加重处罚 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就是 不是把凯苏里说得很有诚意 就变得不是凯苏里 等待十四号的判决 进一 Picasso 到一瞬间 二护